当时鸡垫人和米垫人他们要来打仗 这时候上帝就告诉鸡垫说 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个人来拯救你 我要把米垫人交坐在你的手上 当时有两群的人 第一群的人是他们用手捧着水盒 第二群的人是他们直接跪下来 像狗一样在那边舔水喝 那时候我一直不懂 为什么上帝要使用一群跪在那边 像狗一样舔水喝的人 为什么不是使用一群直接用手来捧水喝 这群人看起来不是比较聪明 而且比较警醒吗 但是很显然的上帝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 真的很不一样 今天上帝拣选这群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群人 他看起来非常的亮光 而且他们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 而且他们只有三百个人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今天他们能够打胜仗 完全就是因为要让他们知道 你能胜不是因为人多 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的聪明 多么的厉害 这场仗能够赢 完全是出于我耶和华的手 有时候可能在人的眼中 我们不被看好 但是我要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精兵 以前你做不到的事情 今天你可以做得到 以前你不能突破的事情 今天靠着上帝你可以突破 祝福你 今天上帝也要带领你 打一场又一场美好的胜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